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其实也可能语言这个障碍 或者是文化交流之间的这个文化的不同 所以中国人相对来说 现在比较内敛 可能不善于去跟这些 尤其是境外的一些机构打药道 那然后又由于他们所生产的行业 又是受到这种国际NGO比较重视的一个环境领域 所以中国企业更害怕 他们在某方面做的不合适的时候 会受到一些攻击 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也发现中国企业 其实在不断地转变他们的想法 原来可能不愿意跟NGO进行购楼的合作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 我们很多次国际会议上 也邀请了很多中资企业 而且尤其在境外经营林地这样的企业 他们能够走出来 去在这种大会上进行表达他们的想法 其实我们觉得中国企业 在不断地转变他们的意识 那这个呢 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些时机 还有一些催化剂来促使他们 来去做这样的转变 那我们也希望这种环境的NGO 能够给予更多的理解 是企业在经营当过程当中 肯定有很多他们没有意识到 或者是犯下了一些错误 但是我们希望通过一个正面的方式 去促使企业当地发展 因为我们如果说叫停一个企业 那给当地来说 是对企业来说可能只是暂停 它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但对当地来说 它可能也是缺少了一个投资方向 我们希望环境和这个发展 能够得到一个很平衡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这种国际的NGO 能给企业一个良好的环境 然后也能够从 更良好的或沟通的角度 或者是从大家更有助于发展的角度 去探讨一些环境问题